總共這邊是 3、5、7、9、11 這邊是6號、8號 這四部這樣子 在利用計畫裡面 我們原則上 配合合家人事業他們在使用的一個計畫 所以說我們基本上盡量保留原有隔體 就一些局部空間做一些處理 讓空間比較適合作為空間使用 所以說每個空間大致都是 在這樣的一個格局之下 拆掉一些局部的小空間去整理 以再利用的可逆性的概念去處理 這是9號、11號的空間的一個處理 大致原則都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這是6號、8號 當然6號、8號最主要是我們在8號的這個空間 有一間文資展示是保留原貌的一個使用 也就是這一間 這6號、8號盡量保留原和空間格局 來呈現原來這種空間的意象 而就是說可以作為展示使用的一個處理 那最後呢 因為有些空間有一些隔間的拆除 所以說在1、3、5、7、9、11有做結構補強的一個處理 那6號、8號因為它並沒有什麼動到的時間 所以就保留原貌 那這個部分都是可逆性的 未來在處理上都是比較容易解決 那消防部分也是配合相關的這個消防安全 以及逃生等等 設計符合相關現在的消防的一些設施跟設備 那最後呢 就是在利用部分 當然剛剛講到 最主要它是屬於這個 未來作為公共空間作為和家人物叫機構的一個使用 所以說在經營目標以及經營的內容部分 更考慮它的這個整體的這個測試 以及它的這個環境的一個調和 那當然從經營內容 包括安全性、整體性、機能性等等 都要去照顧 好 因為事實關係 以上呢 本所針對相關的這個資料做簡單的說明上去 好 非常感謝 那個還有台營跟和家人這邊的代表有沒有要補充 或者是 好 那段老師跟委員針對這個案子有沒有要救救黃靖世跟 申請的所有的部分 好 郭老師 馬來 這一區在整個美軍宿舍群裡面是最漂亮的 因為它面對桑茂山 那當然每一棟都是歷史建築 可是它裡面最美的 除了這個以外 它整個開放空間 綠地 還有很多很漂亮的櫻花 所以在春天的時候是真的非常漂亮 所以我也拜託 我想如果的和家人整個去做一個園區 教育園區是很好 但是拜託您在有關那個所有的綠地開放空間 樹木也許不是老樹保護 可是它整個那個氛圍就是最能夠代表美金建築最長那個樣態 那我們希望在經營管理上 能夠把我們原來我想我們這個文化景觀有一些規定 圍牆 高度 負災等等 最好能夠原貌保全 那我相信很多小朋友都會出來玩 所以在交通的管理方面 控制方面 希望是安全的 那但是也應該有容許一些人去進去參觀 因為現在AIT搬走之後 原來都有一些管制 那我不知道你們管制怎麼樣 那也跟局長報告 其實我們對岸 養得到對岸那個E區跟H區 我們上次去做調查 因為AIT已經搬走 他們要陸續搬開 所以我覺得台英本身對你自己這一塊地要怎麼處置 還是應該從聚落就去那個概念去 那否則如果一棟一棟這樣子 委外出去 我會覺得非常的可惜 而且當初有很多還是漢堡的先生設計的 以上 謝謝 郭老師的補充 也請台英思考 參考 好 那再來還有沒有其他的老師針對 王老師麻煩 請各位還有台英跟黃先生 我想這個部分 順著剛剛郭老師的發言 其實他有提到 我們之前有一版文化景觀的保存計畫 報告書裡面應該要檢討這個部分 看自己是否如何 就是當初的相關的規定 就是這版 因為新版還在執行中 所以還沒出來 舊版有一個報告 那那個報告裡面有些相關規定 所以其實在寫這個 修復在EU計畫的時候 你要檢討這個部分 這部分 再請 申請教育費用黃建議士這邊 再注意 好 那再來還有一個老師們 你再對這位案子 請教育費用黃建議士這邊 麻煩 好 那麻煩建議士這邊 針對前面三個老師的一些提醒 再做一點修正 還有沒有其他老師 針對這案子有要救教 或提問 好 那那個 建議士有沒有要初步先回應一下 我們在這五年意見 全部回覆 關公圈 戶外空圈的部分 也是我們在審查階段 老師及委員給我們很多的指示以及關係 希望我們在戶外空圈裡面 盡量保持當時的精鮮氣的一貌 所以在這個大原則下 我們戶外盡量都是以復原 而且政治就是不動的狀況去做處理 所以說這部分也是我們大家最重視的一個部分 那至於說再來就是文化景觀計畫文章 我們都有檢討 那我們這部分我們再去檢視 是不是正式有一個相關規定的要求 最後有關遇上的我們會檢討 以上 還有沒有要針對這個案子 麻煩薛老師 就是像剛剛 光老師也講得很清楚 因為你們的報告書 其實報告書裡面 比如說在那個第四章的 第五章 第五章 第五章一開始 這個文化資產價值經過 你們就談到歷史文化科目 但是這個談 談得很非常濃厚的 非常濃厚的一個 一個內容 是不是 就是針對著這一區 剛剛 波老師所談的 你們在增加 就是文化資產價值 因為它這個所謂 就歷史文化科目的價值 是整個區塊的 法科目的文化資產價值 但是就這一個區 它的文化資產價值在哪裡 是不是你們在這個裡面做個補充 那這個做一個補充的話 它這個 我們講 它的文化價值 就是 就是今後 它管理回顧 要重視 比方說它那邊的話很大 這個它就這樣子 那你在這個 你說在將來管理回顧 就必須要批手 第三章 這就是這邊是不是 可以提問一下 你們會再針對這部分 提供家庭做嗎 那就是 剛剛老師提醒來 就是針對區域性的 暫時評估再做一些 認數跟說明 跟說明 拿了保存的重點 好 那 這就是 打開被問 老師有要其他的建議 好 如果沒有 我們是不是來投票 謝謝 謝謝 我認識 很多人 為了 說明 也可以 是的 然後 詞曲 李宗盛 美軍宿舍修復再利用計畫審議案 有23個委員數 0個人迴避 17位出席 出席委員16人同意 一個人不同意 所以答出席委員過半 所以本案同意修復再利用審查通過 不過剛剛在會議中所提醒的 四個老師的正義修正之下 還麻煩是緊張會跟建築這邊做修正 好 我們下一案 審議案是 制定古蹟 國立台灣大學日式宿舍 代運委御所 澳洲接9號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案提起審議 依據文化資產保守法第24條 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13條案 本局在106年12月18日公告指定 國立台灣大學日式宿舍 代運規御所 還有草州接9號為止想施定古蹟 地級例行圖及公告想參福建1和2 國安古蹟的管理單位是國立台灣大學 國立台灣大學委託 永遠國際設計有限公司辦理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並且已經在去年109年11月13日辦理修明會 當初明會的紀錄場參福建3 國立台灣大學院在今年1110年4月12日提送了計畫 本局在1110年5月3日邀集文會軍委員 占聽權委員薛慶委員召開審查會議 以會議結論略議 會立後續的再利用 有關空間如廁所、廚房等五大管線及再利用必要設施系統等規劃 請台大及委託廠商與文化局研議後納入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二、本案原則修正後通過 後續將提送本府審議會審查 國立台灣大學已經在7月5日提送修正資料 本局在7月12日同意去提送本審議會審查 這是106年歐告為古蹟的地及地形圖 單運鬼預所就是潮舟街7號 以及旁邊的潮舟街9號 這是單運鬼預所及潮舟街9號的建物照片 本案提行審議會審查 以下請左邊設計公司做見報 請張先來張小姐這邊來收明 謝謝 主席各位請大家好 我是這個計畫的負責人張良明 我這次今天的檢報 我同時把這個資林武基、黛玉尾玉所跟潮舟街9號 這兩棟知識建築的一個修復計畫做一個很沉默的一個畫法 那五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這個計畫的一個緣起的部分 還有這個建築物所的一個狀況 跟未來期下個階段修復相關的一些計畫原則性的一種 那這個計畫原來在101年前是這個歷史建築的部分 那白玉尾玉所由北河大完成這個調查研究之後 然後不見的是這邊完成這個潮舟街9號 那在歷史跟建築這個部分研究的一個成果 這個一定的一個價值的一個累積 所以才會在106年的時候 替護機指定這個資林武基 那我們在接到這個工作的一個最主要的部分是 因為在101年之後的一個計畫 其實台下這邊這兩棟武基一直沒有一個在利用的一個廠商進駐 所以沒有一個修復的一個工作 那幾年之後它的建築物的一個鼠派的創造一直在嚴重 所以我們接到這個最主要是 因為說按照這個新的土地修復家用辦法 然後去針對它的一個建築物的現況前後做一個補兌 然後按照這個看官的這個建築法 以及這個消防法的部分 我們去進一個修復的一個原則 並且去調整它的一個城市的一個修復計算的一個編列 那也就是說因為在前一次的這個歷史跟建築研究的部分 一定有一個成果 那原來當我們在做這個計畫的過程當中 在這個部分也就是增加了它的這個建築的一個區域環境的一個調查的一個說明 那原來的這個建築的歷史價值跟它的一個特徵的部分 我們都維持還是按照前一階段的一個成果 那在我們這個部分 主要是針對建築物的鼠派的差異 在前後八點的時間後它所發生的一個狀況 那首先在這個戶外通建的部分 像這個是泰銀的意思 它的一個前後院跟側院的部位 大致上還是維持當時日式時期的一個 它的一個格局的一個架構 那包括在策略的這個部分 它的這個圍牆還是有維持住 然後呢 後續在這個戴玉果的天生 他進入到這個進出之後呢 因為使用上的一個需求所增添了一些設施物的部分 但是像在這一次的一個計畫裡面 我們都建議去做一個保留 那在屋頂的這個整個建築本體的部分 就是古地建築本體的部分的一個屬派 在101年調查的部分 其實它的屋頂上是剛剛有些許的一個破洞 那我們在現場的時候 實際上在那個印縣市的部分 已經出現相當大的一個面積的一個屬派 那從這裡面呢 就變成是經常的一個生存的一個附近 然後一直延伸到整個建築本體 它的一個屬派 這個是在這個基礎的一個現況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在這一次調查的時候 用這個顏色把前後的一個屬派和一個現況做一個呈現 那現在在這個床主的整個構架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一個損壞 非常的這個嚴重 那紅色的部分就是從我們現場的一個調查之後 確認它沒有辦法再去做使用 它用這樣子的一個顏色去做一個區分 那這個是地平的一個部分 在前一次調查的部分 其實大概就是房間面有一些部分的一個地板的一個屬派 那我們這一次在做調查的時候 它幾乎很多的一個地平都已經呈現這樣嚴重的一個 困難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在這裡面用這樣子的一個圖片做一個呈現 然後在外牆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發表明把這個防水的一個外皮的步道整個損壞之後 在這裡面我們看到就是它的節奏性 也就是它的軸組的部分 兩株的一個結合已經出現了很多那種糞亂的一個狀況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時 那自動建築物跟前一次的一個損壞 其實從這裡面可以看到它損壞的這個程度增加了非常多 那也就是因為我們看到在有一些這個結構的一個結合點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在後面的一個修復計畫 這兩株建築物在未來的一個修復 它必須要經歷過一個比較詳細的一個階級 然後再去做一個一個修喪 那這個是在牆壁的一個狀況 我們把紅色的部分其實是我們在現場去確認說 幾乎沒有辦法再去做使用的一個這個牆壁的部分 基本它的分布的狀況是這樣 那有一些我們沒有標的顏色是說 它基本上它不是湯牛化 而是在它使喚的狀況 還是可以做一些局部上的一個檢測 我們剛才的一個程度講 好這個是木架的一個 那個含水域的一個檢測的一個狀況 然後跟屋底的一個使喚的狀況 那原來這個是目前在意義九年五星年調查的時候 有一個狀況在硬接式的部分 是它是大陸續的一個倒塌的一個情況 然後其他的屋底的部分 有很多多處的一些固域 那這部分都是後來在四類形成的一個聖所的一個主要的一個目的 它平面的部分我們再連結到地面的時候 可以更清楚去看看 你說建築它的一個狀況的一個狀況就是說 基本上在前幾個部分 我們都必須要去做一些 比如說重新開始去思考它的一個 整個訪座的一個 那個處理的一個原則 然後在藍色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調查的時候 發發它的一個千青的一個裝飾 以及在那一個原則 他們居住實行的時候 因為安全上的一個訪座 增加的一個窗花的 這些過境其實因為都記載了當底的 發展過程的一些人們的意義 所以我們在這部分 我們可以進入一個建築屋去做一個把握 那所以整個這個建築屋的一個損壞的狀況 調查下來就是說 主要路就是因為它的一個材料的範圍 然後在這個長時間的一個圈貨的一個圈貨之外 在建築的這個結構的一個系統裡面 出現了一個這個文件的這個縮壞 特別是有一些我們沒有辦法去做文件 那就是說檢修或者是結局這樣的一個方法 就能夠處理這些 也能夠做建築的一個建築屋的一個公司 這個是我們在看這兩套建築屋 建築屋的一個主派的一個課程 那學校這邊在去年的時候 有做一個 有做這個臨時的這個組織下的一個制程 那在這個組織當中 我們也把這個防護措施的一個過程做了一個紀錄 那所以整個在這個文化資產價值的部分 當然在歷史的一個價值 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這個代孕委育所 就是連續了這個台北醫院的一個整個系統 這個觀測系統下來 然後到戰後之後 由這個代孕委先生去住的時候 他在這個台大 就是台大的一個發展的部分 他有相當的一個文明的一個意義所在 那在建築跟科學價值的部分 其實就是這兩套高度的這個觀測 它的一個空間的格局的一個結構 以及它設備的一個應用 其實也是防疫當時的一個高等觀測的一個建築的一個意義 那這個是在古蹟的一個本體的部分 原來我們指定古蹟的時候 是在這個本家建築的一個範圍 那周邊的這個圍牆當然 因為這個跟原來的這個現在的那個實際醫院的那個圍牆 當然後面在施工過程當中有一些這個爭議 那後來就是順利的解決之後 這個完成一個完整的一個這個基地的一個範圍 那在這兩個部分 也就是它原來的這個附屬家 跟我們剛剛在前面提到的這個車棟的這個部分 我們在這一次的是建議把它當作一個 再利用它可以使用的一個這個附屬設施的一個範圍 那這個是建古蹟的這個本體的一個指定的範圍的一個狀況 好 那了解建築物的損壞 跟它的一個古今這個指定的一個範圍之後 接下來就是再用的部分 那原來在前一次調這個研究的時候 其實有針對這個室內的一個部分 做一些能穩的一個展示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這一次只是在延續原來的一個架構去擬定相關的一些 食物設計上的一個原則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從建築法跟都市計畫法的一些土地使用的一些項目裡面去檢討 學校他們未來在廠商進駐之後 他們可以做的一些營業的這個項目 那這個是初步的一個再用的一個規劃的一個構想圖 那我們在這一次的也把未來在五大管線的一些陷入的位置的部分 在報告書裡面做了一些提醒 那後續在這個全建設計實物的時候 能夠有一個比較準確的一個機組 那最後就是這兩棟建築物它的一個未來修復的一個經費的部分 那在單軌運作這邊 它的工程的經費我們這樣估算下來的話 包括它的一個細部解體到整個這樣子重新去做一個修復 大概是3千7百萬 然後這個是淘桌街9號的 大概3千8百萬 那以上是我們這兩棟土地的一個 修復計畫的一個成果 謝謝 好 非常感謝張先生你們的團隊長的用心 那台大這邊有蔡先生也要補充嗎 對 好 如果沒有 來 各位老師證明這個案子 有沒有要救教團隊跟台大部分 很請 好 如果 我 好 如果沒有我們是不是來投票 那在這個投票時候 好像剛剛那個案子的這個 第二案的那個理由好像也出來了 我們是不是也秀一下這個畫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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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沈憶案2的部分有修改了相對的 我們在左邊這邊原來在右邊 那左邊這邊 他卻以為大道產的人 留學日本東基女子醫院專門學校 接受婦產分災訓練 歸國後於 1941年 開設佛生堂醫院 為日治時代 女婦產科醫師的先例 亦為傳統由接生佛或促產師接生 準備為現代醫療技術的歷史見證 好 老師 他這個文字看看你有沒有要 其他修正或建議的部分 歸國改回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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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這個審議案四的部分 也非常感謝了這個快速的投票 一共二三委員今天